上個月剛剛升息三馬 週三又追加三馬 足見美國聯準會對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相當擔憂 聯準會連續大幅升息也加劇了市場對經濟陷入衰退的擔憂 但鮑爾明確否認美國經濟目前屬於衰退狀態 在鮑爾公布升息決定並對經濟做出積極評價後 華爾街股市週三穩健收高 納斯達克跳漲了4.6% 標普500和道瓊斯指數也分別上漲了2.6%和1.37%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第幾道集 robotic 楼空前 評級